這台是DZI Paki3 如何將DZI Paki3變成HDMI輸出 連接到電視 很簡單 這邊有一個USB-C的接口 USB-C的接口 連接到我們公司的這一款叫做 UVC-HDMI雙模轉換器 他其中有一個功能就是UVC轉HDMI 連接電源 DC5V HDMI輸出連接到電視 然後USB-IN的地方 連接到你的DZI Paki3 接起來 這時候你的DZI Paki3 這邊會出現一個Webcam 按下去打開來 DZI Paki3變成HDMI輸出 在電視上面顯示 那如果要連接到這個視訊導播機 只要把連接到視訊導播機的 CH1到CH4的任何接口 一樣可以在電視上顯示 可以連接Anton mini Pro的視訊導播機 我調成PGM 很多買家在詢問我說 我的UVC轉HDMI是不是4K的 我在回答這問題之前 我要訪問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 這個UVC轉HDMI的輸入源是720P 然後輸出是4K 那請問一下這個轉換器 算是4K的嗎 好吧 我們先將我們的這個 DZI Paki3 我們先連接到我們的電腦 看看到底他有什麼解析度 將DZI Paki3 連接到你的USB Webcam的地方 連接進去之後 然後打開一個軟體叫做AMCAP 你可以下載這個軟體AMCAP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叫做 Paki3這邊 你可以看他的解析度 這邊有個解析度 你看哦 他這邊有 3840×2160 720×1280 1920×1080 還有1280×720 這樣子 你可以選擇你要的解析度 譬如說我選的是4K 你看這時候的畫面就是呈現的是4K的畫面 那如果你選擇的是1080P 你就這邊選 選1080P 這時候這個畫面啊就是1080P 在電腦的世界裡面啊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手指 去選擇你要的解析度 比如說你現在要選1080P 那這個軟體就會抓1080P出來 比如說你要4K 這時候你去選4K 畫面就是4K 但是這種Standalone的UVC轉HDi的轉換器 通常是為了要方便 他會去抓一個預設值 那我們將webcam插上去之後呢 他會預設去抓一個值 然後輸出一個HDi出來 就像我剛才講的嘛 那如果抓到的是720P進來 出來是4K 那還算是4K嗎 那有沒有可能抓出來的是4K進去 出來是4K 這是我們大家預期的嘛 我跟大家很誠實的報告 以目前世界 這些比較經濟型的這種UVC轉HDi的 這個設備來說 通常都是抓1080P 但是我們要怎麼知道說 這個轉換器 他到底是抓到什麼樣的解析度出來 如果你用這個羅技的攝影區 去連接這個轉換器 你怎麼知道說這個轉換器 是抓720P 還是抓1080P 還是甚至於去抓VGA 更低的解析度 這是看不出來的 那剛好有一個產品是一個造謠鏡 就是 DJI Paki 3 我用電腦演示一次 你就知道我在說什麼了 我現在啊 在這邊解析度啊 我先選擇的是這個 4K好了 當我這邊 AMCAP選完4K30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邊的LCD螢幕 這邊 這邊是寫4K30 這邊 那我現在再換成是選的是1080P 會怎麼樣 選完之後你看這邊 這個綠色的字 這邊是不是寫1080P 好 我們現在再選720P 這時候你看這邊 這邊藍色的字 還是寫1080P30 DJI Paki 3 經過這個電腦的使用 我們發現一個很重要的結論 當你電腦的軟體抓到真的4K30的時候 這個LCD的這個 綠色的字 他會出現4K30 如果電腦抓到的是1080P 或者是720P的時候 他的字也會出現的是1080P30 那麼我們就可以來判斷說 到底你買的這個轉換器 是不是真的是4K還是假的4K 用我剛剛的那一套玩法 我們可以連接到這個亞馬遜的這個轉換器 那這個轉換器他宣稱說他可以什麼4K 4K輸出 我們就連接到這個DJI Paki 3 他就是個照妖鏡 如果這個螢幕他出現的是 這個1080P的話 那表示說他的來源還是要是1080P 或者是720P 那如果他出現的是4K的話 那我們就要拍拍手 為什麼他就是真正的4K進4K出 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你在買這一款盒子的時候 不要被老闆給騙了 你就自己去實驗 然後你的DJI Paki 3連接他 你看這個綠色的字眼 到底是 出現的是4K還是1080P 好啦我跟你講答案 當DJI Paki 3連接到 這一個所謂的4K轉換器的時候 他廣告宣稱是4K的 但是你仍然會看到這個綠色的字眼 仍然是1080P 30 你自己做實驗就知道了 DJI Paki 3的綠色的字眼 出現1080P 30 代表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 裡面抓到的是 UVC1080P 30 或者是UVC720P 那到底是哪一種 我不知道 因為他這個是封閉的 我們無法得知 那以我們公司的這一款設備來說的話 我們確確實實抓到的是1080P 為一個Default的一個設定 我們怎麼知道呢 這一款他有一個叫做 Parameter的設定 我們連接電腦 設定一次給你看就知道了 轉換器的這個Parameter的地方 連接傳輸線 連接到你的電腦 然後打開你的流氧器 這邊輸入172.20.13.168 然後按一下Enter 好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輸入B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解析度 你注意看哦 這邊的解析度 是不是跟你的DJI Parameter的解析度 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剛才在電腦上面看到這些解析度 這是百分之百的完美的呈現在這邊 那我預設的是抓這個 1920x1080P 當成是一個預設的 很多廠商他宣稱說 他的轉換器是4K的 真正的4K 在消費者想的應該是說 4K的UVC Webcam Input 然後HDMI也是4K的輸出 這樣才是真正的4K 很可惜的 不是 那真正的情況是1080P進來 4K出 我們的設備是這樣子 所以我在做巡銷的時候 我不會說我的轉換器是 4K的轉換器 我也可以轉成4K出來啊 但是那是數位放大 有意義嗎 你骨子裡還是一樣是1080P的畫面 你只是把最後的畫面呈現是4K 數位放大的東西有什麼好厲害的 可是啊 我們消費者愛的就是4K這個名詞 消費者愛 然後廠商也就騙給你聽嘛 就說我的是4K的轉換器 你可以在這個 亞馬遜看到什麼 有所謂的UVC轉HDMI的轉換器 他就說他是4K的 雖然我們的轉換器啊 他只能吃到UVC 1080P30 但是我敢保證 他一定是吃到UVC的1080P 我們的這個參數設定可以告訴你 他真的顯示的是真真實實 這一款他呈現出來的UVC的解析度 那至於說別款的這個轉換器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們有把這個功能給開放出來 讓User去真正的去選擇 你要的這個UVC解析度 如果User不特別去選擇的話 我們預設是抓UVC1080P 你的Webcam沒有1080P這個選項 他就會往下抓 抓720P 以此類推下去 所以我們的 UVC轉的HDMI 雖然沒有辦法吃到4K 但是我敢保證他一定是吃到 1080P的源頭這樣子 那至於說那個 亞馬遜的那個轉換器 他有可能吃到的是720P 也有可能吃到1080P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不知道他裡面的 扣是怎麼寫的 他的程式碼是怎麼寫的 我不知道 那麼你可能要去問一下他的原廠說 我要怎麼 你要怎麼證明 你的轉換器吃到的是1080P 而不是720P 另外啊這個轉換器啊 有一些小問題啊 你可以自己試試看啊 當你連接電源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的電風扇的聲音非常吵 還有他連接到這個那個 羅技的C922的這個Webcam 他會變成一個躺腦鴨的聲音啊 Audio test Hi Hello 我有實際買過 我有實際測試過 還是才能敢分享這些心得 這可以改啊任期可以改啊 只是看你看那個原廠要不要改而已啊